中国历史悠久 从来不缺陶光养晦的皇帝 也不缺经历过大起大落的皇帝 可以说 很多历史上的皇帝 都是被电视给夸张地演绎了出来 而下面这位不同 他是货真价实的 经历过大起大落的皇帝 谁能装风卖傻36年 除了他没任何人可以 他是晚唐时期的唐宣宗 忍辱负重装风卖傻36年时间 直到登基后 才雷厉风行展现出铁血手腕 一度将腐败的晚唐再现辉煌 创造了史上著名的小真冠 唐宣宗本名叫李怡 虽然被封为光王 但李怡只是一个宫女所生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述出 由于她出生低微 所以也没有人去关注她 只是慢慢地觉得她有点傻 而李怡为什么会 看起来傻傻的呢 是因为某一次李怡去拜见太后 恰巧碰到有人行刺 虽然没有出什么事情 但是自那件事情后 李怡就变得疯疯傻傻的呢 不论在哪里都会遭到嘲笑 她老爸唐宣宗死后 中间经历了沐宗 文宗 武宗等等一干皇帝 除了沐宗是李怡的哥哥外 其余的都是李怡的侄子 有一次文宗举办宴会 表演的节目斗的场所 有人大笑 唯独李怡坐在 哪里傻傻的不说话 文宗便戏谑道 谁要是能把朕王叔斗笑 朕有重赏 后来任凭在场的 各位如何去逗李怡笑 李怡始终都是面无表情 众人见李怡这般表情 也是笑得越开心 不过在场只有一个人没笑 那就是武宗李怡 武宗李怡心思非常缜密 按理来说 就算是傻子 看见别人这般大笑 不说跟着笑 最起码也有点表情啊 而李怡就是一副 死了爹娘的表情 李怡就觉得不合常理 所以李怡怀疑李怡是庄的 武宗李怡继位后 便想起了李怡 他怕李怡是庄的 那样就太可怕了 于是李怡就开始害李怡 让李怡骑骑马的时候摔下来 走台阶的时候半倒脚 甚至有一次李怡 故意利用雪灯 将李怡埋埋在了雪坑里 就在大家都认为李怡死了的时候 李怡却浑身 是伤得爬了回来 越是这样武宗李怡 就越是害怕 他感觉很截户 这李怡怎么害不死 于是李怡不再去制造意外了 打算光明正大的 将李怡给整死 便派人将李怡绑起来 扔进了粪坑里 第二天参与绑架的宦官 求公武岁李怡说 李怡命非常硬 奴才怕丢在粪坑 也焉不死他 不如让小的直接一刀给解决算了 李怡一想也对 于是便让求公武 去将李怡给了结 其实武宗那知道 求公武不但没有 将光王给杀死 还偷偷地捞了 起来送进了寺庙当了和尚 晚唐时期可以说 宦官的权力非常大 下一任皇帝 是谁几乎都是有几个有权力的宦官 来做决定的 求公武 之所以将李怡藏起来 是为了日后做打算 若是日后武宗李延死后 自己将这个傻子 光王捧为皇上 那还不是让自己控制 所以求公武 才将光王给偷偷地救了下来 不久后武宗便病逝了 这时候求公武 便联合宫里的太监 将傻王李怡给推上了皇位 李怡登基后几个太监 还在做住皇梁大梦 却不知李怡一上位 就展现出了铁血手腕 众人才知这李怡 不怕是朝光养晦 36年来都是装傻的 李怡上位后第一件事 就是将朝廷奸臣 李德玉一干人马给扳倒的 李怡很清楚 晚唐之所以如此衰败 还是因为腐烂于宦官 当权和大臣党争 想要兴起大唐 只有将这派群之马给驱逐 将李德玉驱逐后 李怡第二件事 就是把宦官问题给解决 大事小事都是自己做主 从不让太监染指 对宦官权力 进行了严厉的打击 唐宣宗便是用如此的铁血手腕 一度将没落地 晚唐重新打造出了大唐盛世 将唐朝代晚期 还大放一彩了一次 不可不说 李怡的成功 跟他坚毅的内心 是分不开的 无论换作是谁这样被武宗陷害 恐怕逃都来不及吧 哪里还有心思当皇帝 哪里还有心思当皇帝